樹 樹 短的 口 方 扁的 樹 瘦 盡的 撇 飄逸的 點 厚實的 眉 眉 輕盈的 再度 非常的 輕盈 最後 哈 開 嘿 修 修 撇 平一點 長痕 其實有點太長了 照理說應該是表現的 這個撇 還有縫 它的長痕 就不用那麼長 勾 一定可以方立一點 試 試 試 就是要考驗你 橫畫是不是能靠得近一點 好 靠得很近了 拉長 長高 長長 攤起來 回風 下面短一點 刻 刻 左邊的話 不用寫太大 不過都會最長 長 姿 向 手邊上長 拉開 好 上面長 這裡倒是寫的短 這 都是寫的短 執 第不到 長 站 右邊的右斜的蠻小的啊 橘 橘旁邊的口又是他的標準斜法 下面都不封好 橘倒是看起來比較扁 左鈴又不連 左鈴又不連 左邊長 右邊不太長 呼 呼感覺清 所以口它寫的也比較高 這次總是感覺封好了 呼 不曉得是刻清還是不管 那寫清齁 要把它脈絡寫清楚 勾還是要腫一點 命 飄逸的命 嗯 出西華這給它做的明顯 看起來讓 比那個刻碑來的 明顯多了 命 重一點 重一點 然後勾 勾也重一點 只有撇飄逸一點 這邊我還寫重啊 我一直認為它這都會 術法都會寫得很重 尤其竖溝更是重中之重 更是重中之重 成 成 刻的不清楚 自己寫清楚就好了 好 再上 靠近 撇 撇 撇 好 這邊好像是點了 點就拉長 十 10 絲 撇很長 腳很長 抬斜扁扁的 扣也扁扁的 可以加點重量 水倒是看起來有點奇怪 好了 這裡加點重量 名 點 挑 好 這名沒寫完 沒寫完一般都是避諱 避某一個人的姓氏 長橫拉開 好 下面是橫畫 下面是挑 短的 長的 折 折 這個背寫的真是有點誇張 左臉又不連 左臉又不連 伸長 這個撇道是蠻長的 這點道是短 竹刮還是短 竹刮還是短 竹刮比較長 還是習慣把矢斜剪下重一點 長的時候輕盈一點 這邊在刻的時候還是不太清楚 不太清楚自己加 插 拳 拳 插 它里背有刻掉 可以拉长一点 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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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左边拉长 右边缩短 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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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下面,那也要有一點粗細彈性 這個橫當時刻得很小,刻得有點扁 所以這個竖話就不用寫太長了,反正它刻扁了嘛 這邊也都是扁扁的,所以這個字其實就是偏扁 音,音就寫輕,輕,輕,還是有輕重喔 輕是普遍輕的,不是不能有輕重,普遍輕 但是還是有輕重,普遍輕輕,輕,輕,輕 然後女,後面略重,撇撇長一點 最後這一個,裝飾性的長橫 細,這個細倒是很多筆畫都黏在一起喔 不知道是原本就這樣子還是刻的關係 不過通常筆畫跟筆畫黏在一起的時候 還是要想辦法讓它保留遠遠的起筆收筆動作 要讓它看清楚 像這個碰到,但是還是有點自己的起筆動作 碰到,撇,碰到,點 第一個撇要平一點啦,不然它沒辦法跟下面這個橫畫做搭配 這拉得好長喔 好,看這杯戲,過來以後記得,重的 重的時候起的都還蠻重的 左鈴又不連,左鈴又不連 最後才封好 看 ROR,ROR,向中間 抬上去 向中間 ROR,ROR 拉長 折下來,口還是偏扁啊 針,針到是 變長頸鹿了,長脖子了,上面長得好長 下面的背 所以,就覺得很短很短很短 總而點畫也變得好細好細 這點離得好開啊 很特別的造型 唉呀,這個應該是玉吧 這完全不知道它怎麼寫 我個人比較習慣先寫中間 這個就是一拍是維持重 維持長而輕 折下來是大 它這裡面到底在寫什麼 其實我也不知道啦 所以現在寫起來 我自己都覺得這叫一樣畫葫蘆 甚至還不知道它葫蘆賣什麼藥 那其實寫這個我在想什麼 雖然不會寫齁 我想這間距還是把它拍漂亮一點 空間的分配 空間的分配 那看起來還是合理一點 明明上面這個是次竹筆 所以不用拉太開 下面還有一個長痕可以用 不同的書法家對竹筆的解釋 有時候不太一樣 像他認為這是竹筆 所以他把它拉開了 但未必別的書法家一定要這樣寫啊 然後這兩個靠近一點 還是要脈絡清楚啊 有時候都會覺得科佩莎 科得不清楚 一般人就會開始憂鬱 到底要不要做 因為他現在有墨基本 墨基本都很清楚 所以你不用憂鬱要不要做 就是要做 音 再點的話 脈絡可以故意留得清楚一點 讓人家知道你是怎麼寫的 筆封從哪邊落筆 哪邊接數 哪邊連過來的 落 撇 撇短 那長 微巧 口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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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白 寫小一點 他略高 因為他等一下有個撇 從下方穿過 所以他勢必要寫高 好 好就是這個撇 撇 撇 撇看起來都輕盈的 輕盈的你就讓他輕盈吧 輕盈 這裡感覺有點心疏化 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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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旁邊的眼這個點啊,會不會高的點啊 感覺已經飛上去 不過沒關係,照寫,把它寫著左高,右低姿勢 右邊比較低,這有點鼓起來 照理說這個應該是橫畫,不過看起來好像個點 很濃 扁的,扁的,扁的,輕的,受盡的,點 這可以挑上去,龍,輕的,輕的你就要把那個脈絡解釋清楚 間距,間距,間距 感覺寫的比較靠近啊 要把空間讓一點給下面的心 這個點也點的比較平啊 心,心當然會寫的比較寬 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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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扁,扁,扁佔 vient 也是不清楚 但是还是自己把它写的脉络分明 锋芒逼漏 撇短 纳长 上面这点还蛮大的 这里写行书的用意 这边上去 撇下来 先上去 这个点过来 这个点 还好一点小小缝隙 快挤不进去了 爆 脉络分明 这里应该两条线 不过它只有一个撇 中的 爆 走啊走 左边伸得非常非常非常的长 然后这个撇 然后这边的弧度又做得好大 好可爱 好翘 这里马上又收紧 吃 拉长 撇 点 细的 拉长 撇 点 细的 出细 加重 变轻 加重 鞋扁 加粗细 加重 加重 加长度 带 带 第一个就是长横 上面两个双十 靠近一点 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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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进来 细的 细的 撇长 点短 倾斜 倾斜 加重 锋 锋 锋 点 点 铁短 这是点啊 拉下来点 吸 吸 这边是肉部 他就直接把肉部写起来 把我们肉月不分啊 不过他这里特地把肉写出了 这个跟现在吸也不太一样啊 变成一个水 这写法其实并不多见 比较奇怪 灰 灰的话 左边 瘦 瘦 瘦的 右边 重心偏高 上面觉得写得比较急啊 这个均啊 确实写得有点急 然后再顺势 下面拉长 横画短 重 树画青 挑上去 锋芒毕露 然后这些点画 硬带 都要写得清楚 组长横 鱼 鱼 撇点 表现的撇 收短的点 收紧的口 略低的欠 直一点的撇 撇点 蒙 撇 撇 上面蛮长的 略微倾斜 过来 戴上去 滑过来 纸 纸 不用写太大 因为下面有个明 明才是主笔画 向中间 向中间 再拉开 但是应该偏扁 照这个外形来讲 偏扁 这都不是主笔画 把剑锯抓好就好了 树画重 这才是主笔画 拉开 重 就偏轻了 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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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开 同 同 左边 看起来还蛮重的 密 缝隙就变得小 点 同 削 削 他好喜欢把肉部 就正确写成肉 一般我们肉部都写成月 所以古代是月跟肉不分 真的 但他在这里就硬要把它分得很清楚 消 张 张点 不用太小 这些脉络 写清楚 他这里上面这是主笔画 但是下面其实写的有点太长 感觉变成双组笔 通常现在笔会写短 但他这笔是写的还蛮长的 感觉像双组笔 那以前的张是整个穿透过去 这上面直接穿透 尊 尊 尊也是 感觉都双组笔啊 这一般书法家 比较 厉害的书法家 比较不会写的 这么多的双组笔 所以严格讲起来 双组笔 太长了 好 这里又是一个珠笔画 短的 下面字称点写的还蛮长的 尊 尔 上面这种围起来的字啊 都要写的结实 心 要比上面来的大 挑起来 这个点要外面一点 注意这个间隔距离 江 江大概是林飞金里面 写的最丑的一个字啊 那个间隔距离都做得不好 那你说哪里不好 这里太宽了 相对应的 下面这里太窄了 然后 江跟水也没有配合 其实这个字 严格讲起来 写坏了 好 下面这也写的 待会有水又挤成一团 其实并不是很好 他把水挤在这里面 这个配法 是有点乱掉了 那这皮 又卡到那上面的梗 那这个 那 比较大 拉开 算是这里面 所有的字里面 比较奇怪的一个字 是 剃 剃骨 他喜欢写负就好了 不过他这里有稍微转折了一下 你要跟他一样转 撇长 点短 好 转折一下 撇短 因为下面还有日嘛 点长 左右没有字了嘛 那 讲过像日啊 都 右边这里都要写的比较重 虽然磕碑看不出来 你要自己加了 很明显 左高右低啊 左边写的非常非常非常的高 右边写的非常非常非常的低啊 他军啊 其实那重心 一向都写的偏高啊 上面写的非常的密 非常的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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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因为他的 速画那下面这里 拉的特别长 所以重心呢 就写的特别高 操 操 比感觉比较重 好 有可能他磕的重 有可能他当时就写的重 不过我认为 他这个比方应该伸得很长 磕碑感觉也没有磕得很长 那这 竖沟啊 我都一直觉得他应该很重 虽然墨 墨基本是很重 磕本好像磕得都很轻啊 直 我喜欢写重一点 轻一点 上面通常都还蛮长的 中间中弓的部分 写的比较重 然后他的横画 横画 靠的比较近 收的比较紧 比较长的长衡 连的 然后中间可能要靠近一点 我还是 喜欢把它做的有点粗细上的变化 希望做的比科杯上还来的明显 像这个都可以粗细上变化 不过他这里应该是顿的 这些转折都要清楚啊 脉络点的话都要清楚 不要因为他很小 就让认为人家看不到 其实是看得到的 这些转折 有点弧度 上面这里也是有点形塑化 感觉是下来直接上去 有点形塑化的动作 拉长 勾得很利啊 零费金的勾其实都非常利 而且还蛮清楚的 这些转折 这些转折 再加点粗细 上面也可以加一点粗细 就记得杯上所刻的粗细 应该只是参考值 它的粗细通常粗不够粗 细不够粗 自己要加 顺 顺这个穿其实是比较怪 怪在哪里呢 中间这树竟然最长 一般人很少写成这样 输法架很少写成这样 那这树又短 这算是他的个人习惯 因为大多数的输法架 并不会这么写 点通常降的比较低啊 轻 撇长 竖短 抬高 轻盈 跳上去 靠近 靠近 这样它才不会自写松掉 这边我还是可以把它加重 虽然墨基本上 磕本上有加重 但我觉得还是不够 靠近 你传奇 这边我终了 鞋的 夹重 勾起来要立 中間間隔要均勻 搖搖 點畫不要因為它刻的頓頓的 你就寫的頓頓的 林輝金原稿看起來就粒粒的 不要把它寫的頓頓的 要寫的鋒芒畢落 看起來比較鋒利 短橫喔 不太長 因為下面有個橫折 橫折勾 靠近靠近 左邊 短 右邊長 橫折勾 這邊倒是有點亂一點點 主要這邊粘到了 扁、鈉、鈉 通常都不要客氣 要點份量 小 這裡是它表現的長橫 下面的寫扁 然後寫結實 心 心通道會比較寬 然後這個點的話是點的 右邊的點通道比較高 靜 這個就有點像草布 口上寬下窄 來 撇短 那長 要出細 再 再 點 點 點 這三個點道是寫的 滿靠近的 拉開 硬折進來 下面的 心啊 按摩 當時它寫得很小 所以它切的時候 不小心切到了 它這下面應該長長的一束 我把它切斷了 滅 滅的三個點 又比剛才的 來的寬 距離比較遠 那是跟字有關係 所以水啊 會經常因為 旁邊的字的 筆畫多寬 而決定它的寬度 好 好 右斜垢一定很長 撇 細到處 點 補 補 旁邊的 是 應該是一 但是它靈飛鏡的特色 結構特色 有些長話都拉得 長到嚇死你 既然是它的特色 你就要把它做出來 不要怕 甚至誇張一點都沒有關係 短的 我還是認為要重一點 要除息上的變化 點在這邊 這次有翹出去 偏旁啊 一定是斜的 偏旁跟本字 一定有所區別 這裡有書畫故意寫出一點 撇短 那長 因為那這邊可以伸展 撇已經沒有空間了 這一點的話要寫清楚 再支撇一點 再支撇一點 零 磕得糊糊的 有時候是真的寫的時候 說明真的寫這樣 不過有時候是磕的 把它磕成那個樣子 然後再支撇一點 出現 爬 麻 麻 作為偏旁就寫窄一點 寫窄 寫窄 拿下面這個 該伸展的地方 也不伸展 寫窄 從外面慢慢地 點進來 點進來 越來越高 這是它的主要長橫 上面是伸展的 扯 扯 雙人旁 長一點 上面竖畫最長 這裡要寫得緊一點 扯 降低 扯短 納長 上面寫的都短短的 應該不是主要的 但是書畫我還是寫重重的 那下面的名 上寬下枕 最後這個長橫 不用客氣 可以伸長 上 上 這些點畫都要清楚 這種字在圓鐵上 都是非常清楚的 這要寫的扁 斜度 撇 跳上去 撇 上 好 謝謝 我